那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 第五时代天皇觉得说 他因为他害死他弟弟 他觉得说他的弟弟的怨灵在作祟 这个奈良这个地方 不能再住下去了 那每天都梦到他弟弟那怎么办 他说那我就迁都 就迁到哪里 就迁到我们现在讲的京都 那这个天皇是住京都 住最久的一个地方 天皇住京都 大概住了一千一百年 一千一百年 直到了明治天皇 这个登基之后 在明治二年的时候 他才迁都迁到哪里 迁到我们现在讲的东京 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叫东京 那现在他住的地方 就是我们讲以前 德川家康他们的 他们的城堡就对了 那就迁到那个地方 他才改名改叫东京 像东京以前不叫东京 东京以前你不要听过 都叫江户 所以他不是开了一个叫江户幕府 对不对 里面有三个幕府 就是第一个幕府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叫做连昌幕府 第二个幕府叫市丁幕府 第三个就是江户幕府 这个是东边的什么 东边的京都 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叫东京 东京的由来就是这样